现代人越来越重视健康养生 吃素自然成为一股蜂巢 接下来带大家一起来看看 素食料理也可以变成可口的创意美食 大火快炒小火收汁 最后扫上チーズ的热饭最新味最全 而这些统统都是加了创意的素食料理 要比较创新的 就是不是纯蔬菜那种 就是比较创新会比较接受 本身是吃素 所以我在超餐厅的时候 必须里面一定要有素食的 吃素长了三年的郑小姐 外出用餐总是要特别照 其实像这样的创意素食 在台湾已经越来越多 根据统计 全台湾固定吃素的人 约占总人口数的10% 而近几年也有年轻化的趋势 其实蔬食这一块感觉 它已经是一个趋势了 而且有些是年轻人 带着可能中老年人 或者是更小的小朋友来用 这是以前没有看过的 6点一到厨房开始忙碌起来 日式风情的素食餐厅是慈忌人 吴东铭努力推诉的好地点 为了打破大众对素食的刻板印象 餐厅的招牌菜单没有特别著名素食 连装潢都以着年轻人的喜好来设计 就是它的装潢很明亮 就想进来尝先看看 然后一进来才发现 它是素食的 希望能够接引一些年轻人 也跟着我能够一起来推广这个素食 也因为吸引人的日式料理 短短两年就开了五家分店 成效惊人 而用着自身经验推广素食的 慈忌人竹秀卿 创立10年的老四号素食店 也有自己的一片天 在食材的管控方面 你真的要做到 一路坚持说 我不吃的东西 我不要给人家吃 我一定要自己筛选 秉持着江心比心的原则 朱秀卿一定亲自试菜 采用有机食材 并分享吃素的养生之道 也因着潮流的改变 各界推广素食的方式越来越多元 加入创意 让享用素食成为新趋势 大家新闻雷雅 李建宽 台北报道